我背了一个包包里背了相机 待会他带我去山上玩 因为山上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那就是他们的厕所 二楼的厕所 直接说上厕所就直接可以 掉到一楼 它跟城市的厕所不一样 城市的厕所是有110管 它是楼空的 直接就拉到一楼了 从二楼拉到一楼 你看它这上面像露台一样 只是很窄 修了一个形式出来 古镇有这个街道 这边 从这里上去那个寺庙 发现了一个很特别之处 你看它凸出来的建筑木板 原来它是厕所 直接上了厕所就吊在下面草坪 这种厕所很少见 应该可能是富裕 人家有两层楼的房子才用的 这样就不用再到一楼了 上面有一个孔 应该是透气的 下面有一个洞 你看下面 拉出来的都掉地上 很特别 你看那个风太大了 房顶上那个就被吹起来了 所以下面这个房顶 带了好多石头在上面 他们都是要用这种石头围起来 上面铺上草 里面是种的东西 喂牛喂羊儿 圈在里面就不会被跑了 他们每家都有一个院子 我感觉这些牛好怕人 跑得飞快 快速的就过了 他这条路 只可以通过高速 这条路通高速的 通高速 他们不让走 他们 只是不让走 这里面还有古墓群 应该站往碧雨时 这里还有古墓群在哪里 敢去吗 这里进去 但是我昨天跑过去 也没看到 这个是发现了吗 发现了吗 也没看到 我没看到 我找到那个地方没到位了 你肯定是没到位 走吧 再去走一走了 去探古墓了 探密古墓 还有一个叫什么 帐王什么 碧雨时 那个石头应该很特别 这叫人两层楼 也有一个外面的厕所 二楼有厕所 虽然就不用在一楼了 那里还有一个 应该是修了两层楼 放柴油 或者是有钱人家 你看 他那个屋顶 都是漏风漏雨的 对 他那个屋顶中间有缝隙 屋顶上面都是石头 这个 这个厕所 大变成山了 你看他那个排气的是一个星形的 这种柴火 可以煮好久的饭了 他这边应该主要的经济来源就是牛啊羊 这条路不能走了 锁起来了 爬上去爬墙上去 他是这样子 他那里面是怕牛啊羊跑进去 他是怕牛羊 不是 不是 把那门关掉 能从那个墙上 他说可以进去 你看这边的房顶 墙这边建设的很好 就是他们的屋顶是很简单的 然后用的这些石头怕风吹 你爬得过去吗 他他当地人说是可以过去的 他叫 他是用个楼梯专门爬的 这是防止油啊羊从这边跑 这个路他们通到高速的 通高速 直线的走不了了 我身手敏捷 还能自拍 你看这 好多这种利青的桶 好好看 好美的油菜花 好美的油菜花 在边上走 你看 他们在拍照 太让人羡慕了 走累了 还有人背 我今天这个大电人泡当的 飞的累的不行了 高反的累出来了 我们都没有看到那个避雨丝和古墓 所以回去了 这个是赞云叫我们爬的 什么地方 对这个是赢取爬的 专门搭了一个梯子来爬 因为他们的理由会放过来 你是激动的吗 激动的 悲出高反了 乱不消 请便宜 是